正确发音片 像是墨西哥的 因为不管墨西哥名词或墨西哥的形容词 因为它是专有名词 所以专有名词不一定是只有名词 大写 它的相关的形容词也是大写 反正看到一个词大写 它通常是不集合名词 专有名词 人民 地名 国民 三川民 这些特定的 墨西哥的 Mexican 它卷舌卷一半 Mexican 如果你念到完全不卷舌 Mexican 就差一点 念到大卷舌就跟怪强怪掉 Mexican 就不对 它刚好卷舌卷一半 舌尖抵住上额的接近中央的部位 当然讲是讲中央 就靠近中央 有人会发前面一点点 后面一点点 所以每个人 感觉 发音的位置 多少会差一点 这造成每一个 我说美国人 发音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很多位置 发音 会偏差一点点 但是你不要发到前面就好 不要发到后面就好 就拼中间 那中间前面一点点 然后说拼下面一点点 中间前面的下面一点点 所以这个 很复杂 所以要多练习 Mexican 卷舌卷一半 Mexican 这个不是E 不是E 是带额的音 Yet Mexican 如果念到E的话就 Mexican Mexican 就差一点 带额的音 Mexican Mexican 所以这种音 亚洲人常常不会念 形容是aditive 是aditive 是aditive aditive belong to we're relating to Mexico or its people 就是属于 belong to 属于或者 relate to 有关系的 属于墨西哥 或者跟墨西哥有关系的 或者跟他人民有关系的 所以它是墨西哥的 或者墨西哥人的 当然也可以直接是名词 墨西哥人 Where is a closed Mexican restaurant 最近的一家 离我们这边 正在讲话 我们站在的地方 最近的一家 墨西哥餐馆 墨西哥餐馆就是 辣辣的 酸酸的 这个墨西哥风味很重 Spicy Spicy food 味道比较重 有很多的卷起来 卷牛肉 卷什么 所以它的很多酱料 我们台湾人不一定吃习惯 美国蛮喜欢的 而且南部 因为它靠近美国西南部 Where is a closed Mexican restaurant 我们说微晶片 一般就讲晶片而已 它非常微 非常小 晶片 就是电脑的一个零组件 非常重要的零组件 晶片 非常小 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资讯 Microchip 所以最重要 这是电脑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原件 晶片 Micro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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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双母音 Micro Micro 这个不难 但chip 一般念不出来 一般人可能念成 Microchip Microchip chip chip 发成那个 cheap 便宜 便宜 便宜的 所以很多音 你没有发准 结果你这个字 念错了 可是呢 念到另外一个音 是对的 所以这个chip 薯条啦 晶片啦 念不对 cheap cheap 人家听成便宜的 它是代表的chip chip 不是cheap 是chip Microchip 发音不对 就发成 Microchip Microchip 正确的是Microchip a very smart piece of silicon inside the computer 在电脑里面 一个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小的 不得了 一个 系 系做成的 元素 化学元素 系做成的 而且它 可以这个里面 出生大量资料 你看 系的特质 Large brush can be put in a single microchip 这是一本很大的书 圣经啊 百多全书啊 中文字 四史啊 二十五史啊 或者你 一辈子 一个人 每一辈子书做 都是字嘛 纯文字 可以放到一个很小的晶片里面 它就这个功能啊 比如说以前 大一百个学生说 就放到一个光碟里面 啊 那一般 但是我们电脑是这个硬碟啊 有内内接的硬碟外接的硬碟啊 外接的硬碟很大 可以到 八 所以比较大 影片最占位置 最后来才做MP4啊 MP4就是压缩的啊 比较不占空间 化学如此啊 因为一个光碟 一个DVD啊 大概就是四GB多啊 那现在高解析度啊 那现在高解析度啊 动不动给720DPI啊 1080 1280 甚至4K的啊 动不动 一个 一个影片就给你搞个 四期感 以上啊 大的书 可以储存在一个小小的晶片里面啊 这微软公司啊 Microsoft Microsoft 这个卷色的欧大不太会念 一般可以念 Soft Soft Microsoft Microsoft 常常念到不卷色 它是卷色 Soft Soft 感觉上有一点点带R的音 Microsoft Microsoft 不是Microsoft A leading global vendor a computer software 这是一个 Leading Leading 我们是领导嘛 最领先的公司 最先进的公司 全球 global 全球 本来是global global 本来是原球状 也可以是水滴的意思啊 这是全球的 形容词 全球的vendor vendor就是卖东西的人啊 卖主啊 卖这个 电脑软体啊 所以现在 一般都是用 用这个微软的 office系列啊 用的最多是word 但是就是一个圈子啊 卖的贵啊 卖的贵啊 卖的贵 那所以 有些其他软体公司开发 Linux 开发一些免费 可是免费它功能就没那么强 所以一般的还是习惯 习惯用 Microsoft 的office系列 它四算表啊 也非常功能强大 Microsoft is a world leader in software design 微软公司呢 比尔盖茨的 是世界上软体设计领先的公司 Microsoft is a world leader in software design Metal是中间 Metal也可以当形容词啊 中间的都可以 我们这边只举个例 所以没有特别强调它 还有好几个词性啊 好几个意思啊 像我这个 有一个15个频道 其中一个叫基本单字片 它就每一个字啊 它该有几个词性 就写几个词性 该有几个意思 就几个意思 所以大家有兴趣啊 不是有兴趣啊 没兴趣也要看 所以我的那个15个频道 当作一个基本单字片 看起来很基本啊 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很复杂 字都是一些简单字 可是意思多的不得了 有些字啊 只有一个意思 可是有些字 两三个意思 有的字啊 五六个意思 目前看到最多的啊 就是有这个 大概有六个词性 一个字有六个词性 最多的啊 看到意思最多的啊 当然有些意思相近嘛 它是名词 形容词 如果全部算的话 二十几个 一个字二十几个意思啊 当然就算排除掉 类似的话 有十几个意思 所以你去 有兴趣看看那个字点 RUN你看看 这RUN的意思好多啊 MEDAL 中间 或者形容词中间的 The Central Point Possession Apart 就中间的一个点啊 中间一个位置啊 中间一个部分啊 This is my client's photo I'm the one in the middle 这是我们班上的拍的照片 我再来中间那个 丢西瓜啦 就是我啦 This is my client's photo I'm the one in the middle 所以THE 在子音前面念的 在母音前面念 D 不对啊 O啊 是子音啊 所以常常这个 学校考试常常喜欢考这个 这个O啊 是母音啊 他念的 不念D 为什么 这个OA 他不念O 他念One 所以他的第一个 实际上发音 所以到底THE 发D 或者D 不是看字母 而是看它发音 所以他第一个发音是W 你说O N E 怎么会跑一个W 这个字发音特殊 所以需要 很喜欢考这个 第一个字是字母 是母音 可是他发音是子音 我第一个字是子音 字母是子音 可是他实际上发音 那个子音不发音 它是母音 喜欢考 这个一般学习 你看O嘛 应该念Z 被骗了 他是第一个 音标呢 是W The one 不是The own The one The middle Midnight 就是午夜 十二点 Midnight Midnight 这一般念不准 一般可能念是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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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是Mid 有一个点 I 这个 上面没有一个点 是Yet 代二的音 Midnight 而不是 Midnight Midnight 不是 Mid Mid 不是Mid 是Mid 而不是甜蜜蜜 那个Mid 那中文 没有这种音 所以为什么 很多发音英文 不标准的发不对 因为中文没有这个音 所以一般人就说 有中文的音 就照周围念 觉得比较轻松 可是念错了 因为这些音 中文没有 中文没有这个音 很多的音标中文没有 有些音有 Midnight Twelve o'clock in the middle Midnight 就是午夜 在这个晚上的中间 就是刚十二点 所以这个十二点之前 就是夜里 到了十二点就午夜了 过十二点就深夜 一直到四点五点 就清晨了 Twelve o'clock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re's a great film on TV Midnight 今天这个在午夜 十二点左右 电视上有一个 很棒的影片 我们要不要等一下 不要睡觉来看 有几集首播 冰火一下 首播 第二集 第一集 好看就不得了 第二集首播 第三集 全球首播 熬夜没关系 当然有的地方告诉 下午晚上没关系 有的是到夜里 月时差的关系 不睡觉 熬夜一定要看 There's a great film on TV at midnight 这film也是发音 也是夜 这影片不要念成 film 它不是film 它是film 代儿铃 There's a great film on TV at midnight 好这集讲到这里